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威尔警告要警惕这么一个东西 美国国防部长 十年前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也看不下去 痛斥这头巨兽太疯狂 美国现在也有一些脑子比较清醒的人 对持批评态度 不过总的来说 因为他们这头巨兽发展的太厉害 以至于它覆盖整个美国 如果你感觉它提出批评的话 立刻你就会被社交性死亡 就像今天在美国学习界 在美国学习界 在欧洲学习界 你要敢对以色列说个不字 立刻你就会学习性死亡 在今天中国学习界也一样 中国学习界如果哪个教授 你对美国的 对犹太人 你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疯狂的战争政策 这种极其残暴的 这种对巴勒斯塔人这种统治 你如果敢有批评态度 你甚至对当年 纳粹对犹太人的那种屠杀 一些具体问题你有一个学术性的见解 你都会射击死亡 这就是当今的事件 所以意识形态认证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光看的军工复合体 我们以为就是一个实体性的战争 就是要激光导弹 然后雷达核武器 那是一个方面 那是最后的形式 现在刀光剑影当中 你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 这么一头怪兽 你要发表藐视性的意见 那都不行 你想说吗 想说你下去 你是总统都一样 艾森哈威尔1953年 不过说了 他在和平的基于那篇演讲当中 他不过说了那么几句话 他说从广义上来说 美门大炮的完工 美艘军舰的下水 美枚火箭的发射 都是些窃国大盗 那些饥饿的和甜不饱肚子的人 被偷了 那些因为忍受寒冷 而穿不起衣服的人也被偷了 其实从本来说 作为五星级上将的 五星级陆军上将的 艾森豪威尔 他不过是一种羞辞 他是说钱应该更多的用于和平 而不应该用于战争 但是就这样 美国军工复合体 那头怪兽认为 哎呦 总统老尔 你居然敢这么说 你找我生意啊 你知道吧 艾森豪威尔立刻 那就过不下去了 1958年一次类似的演讲当中 艾森豪威尔对不断排升的国防预算和完全浪费性质的军备竞赛 还有这种军力才施加给美国人民的这种悲惨性的惩罚 他也是 What a pity 他说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这么大笔的开支 感到遗憾 当然他也说了 他也说了 面对苏联的威胁 我们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我们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但是就这样 只是说更向往和平 这钱砸到呢 炮弹上 飞机上 激光上 导弹上 然后呢 这个核武器更新上 对于那些美国纳税人 对于美国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的和平生活 就这种言论 即使你是总统就怎么样 总统也不允许你说 有人以为美国言论自由 是每人都有言论自由 哪有这事 特朗普先生就不服气 我有言论自由吗 我在推特上面 然后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 你把我搞得非死不可 对不对 咔嚓 还给我吃过饭 我还帮过你 小扎 扎个伯格 扎了个扎 你居然给我扎周 我到现在平台都没有了 所以在美国 人人都有言论自由 美国言论自由 这种 那是你想当然 你想象中的美国 真实的美国 是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敢对美国 军工复合集团 对美国立于犹太集团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 这样一个庞大的 钻到美国肚子里边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你敢提出批评 射死 社交性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大多数的美国军火 其实那个时候都是政府之数的 政府之数 美国国营兵工厂 工人们找对象 嗨 小伙子们 国营兵工厂 是这个概念 但是二战期间 为了完成海量的军火订单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活力 对吧 我们现在这么说 大部分生产 就转到了民营企业 其中汽车工业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相当一部分军品 是通过产品生产线转产而来的 那当然了 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生产线又转而生产 这个民品 现在不是军民两用吗 冷战期间 为了装备 为了维持美国庞大的 一定要超过苏联的 那种庞大的武装力量 那你当然需要长期的 长期维持的 庞大的军火工业 到1958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直属的 这种所谓国营的兵工厂 所占的比重 你知道多少了 10%都没了 全部都为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所垄断 所控制 当时美国50家 最大的工业企业当中 有30家是国防承包商 无论他们是全职的 还是兼职的 除此之外 二次大战 一直到朝鲜战争期间 这个国防项目 在美国的开支当中 所占的比重 依然是比较小的 可是到了1961年 国防有关的项目 已经占到了 联邦开支的 一半以上都是 国内生产总值的 9.5% 快10%了 大约三分之一的 国防预算 用来采购 用来研发活动 美国国会 这么看这个问题 他认为美国 国家慷慨的 把国防承包商的资金 全部都花到了 美国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美国作为一个战争机器 他不但是政府的 不但是军方的 而且是企业 而且是企业 就美国整个是个动员起来的国家机器 有人不是说了 说中国是一个文明 伪装成一个国家 中国是个文明 伪装成一个国家 5000年来 没有断过尿的文明 说美国是 伪装成一个国家的 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他主要生产军火 为了生产更高科技的军火 所以呢 他搞了一些高科技的内容 美国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去逼近他 都可以逼近他 但是呢 中国这几十年来 有一个情况 那就是一些所谓研究美国的人 一些所谓知美人士 一些美国人培养回来的人 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人 他们呢 神化美国 神化美国 把美国呢 说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然后呢 所谓历史观呀 所谓国家观呀 等等方面 把美国作为 自己设定美国 就是我们的标准 比方说有个老太太 我不能说她名字 说她名字 有些人要跳 说人家那么老了 人家会弹钢琴 人家英语那么好 人家认识那么多人 人家还作为 作为专门研究美国机构的 这么一个这个领导者 人家会说错吗 司马南的一个胡同老头 我一 每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承认 我水平确实特别低 但是那个老太太 也不见得聚集是真理嘛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问一下 比方说这个老太太 她关于 关于美国 她就有个说法 她说美国呀 是个弹出来的国家 美国人家不是打出来的国家 认为美国打出来是错的 她说恰恰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 那你中国是打出来的 谁掌握武力 谁掌握天下吗 但是在美国呀 在美国呢 还要不要这个国家 他们是一群人坐在那讨论出来的 在这个老太太那个地方啊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移民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信仰 不同语言风格习惯的人 都容得下来 凭借的是谈 是谈出了一部宪法 而这个国家 第一部宪法 那的确是这么弹出来的 由此老太太就得出结论 因为他们弹出了一部宪法 所以这个国家就不打 你说我们胡同老头 我们能同意这个老太太 其实他住的离我也没多远 1777年打的仗 过了十年之后 才有这么一个国家 老太太说 他们弹出一部宪法来 然后就只有这个国家 美国的公民 唯一的义务就要承认 这部宪法里边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个人研究一个国家 研究一个对象 然后爱上一个对象 爱上对象 变得失去了实事求是原则 没有正式问题的勇气 所以美国的一切都是美的 美国的一切都是对的 美国的一切不好的 回过头来看都是中国不好 是中国打出来的 中国人好战 是美国人爱好和平 这就是这个老太太的理论 这个老太太的理论 你对比着美国今天的所作所为 大家觉得滑稽不滑稽 这个老太太是研究美国的 这么一个机构里面的头头 他现在当然了 你的老太太这么老了 像戈壁王奶奶这么睿智的 老太太有几个呀 所以呢 戈壁王奶奶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而这位研究美国的会弹钢琴的 受过教会教育的 然后呢 开始的时候很进步很红 后来改革开放以来 就变成公知里面的代表性人物的 这个老太太 我们同情他 老太太说 美国是大家讨论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和我们想象中的国家的观念 是不一样 这个老太太说了 说弹出来的国家 一般是法治 越是现代的国家 越是弹出来的 说欧洲的古老的那些历史 都是打的 现在近代以后 特别是二战以后就变成弹的 注意啊 二战以后都变成弹的 现在欧盟只是弹 他们之间再怎么矛盾 也不会打仗 这个老太太 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投射中国 说美国文明 欧洲文明 老太太说的二战以后呢 都不打了 那老太太不知道 他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美国和伊拉克谈 美国和叙利亚谈 美国和阿 这个 美国和阿富汗谈 美国和卡扎菲谈 美国和这个萨达姆谈 有吗 谈了吗 哪有这回事 所以美国在 我们一些公知的眼睛当中 他那个形象 基本上是 不是谈出来的 是写出来的 是老太太讲出来的 是塑造出来的 中国有些老头 一些老太太 隔壁王奶奶 绝不是他们当中的 比方说中国有一个 很老很老的老头 我前不久还专门讲过 他关于什么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没有必要 是中国可以买粮食 比如说钓鱼岛不生产 一毛 连那草都不长 没有用 中国不应该航天 中国不应该大力发展 国防科技 都是那老头的 而且 那老头跟我可不一样 我这个半岛老头 我跟他比我是个半岛老头 我这个半岛老头 确实是胡同里边 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 就是退休老头 水平低归低 但是我们再低的水平 我们也经过 人活了六十几年了 我就看那个老头说法 不靠谱 那个老太太 我看也不靠谱 老太太再优雅的一态 是吧 奶奶灰 爷爷灰 拢得清清爽爽的老太太 我也觉得不靠谱 虽然你们上了一把年纪 但是你们对于美国的美化 对于中国历史的不屑 对于世界现代史 现代文明史的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描述都证明 人上了年纪之后 也有可能会犯糊涂 有的人的确犯糊涂 糊涂到最大的程度 那就是说 不知道不知今夕为何夕 不知道百年未有之变局 不知自己的屁股 坐在谁家的板凳上 你错把呢 静州当变州啊 你错把延安当西安 那个老太太是研究美国的 他怎么会不知道 美国总统艾森·哈维尔 关于美国军攻复合体 这头怪兽的警告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 美国十年前的这个防长盖茨 关于美国军攻复合体 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 二战以来 美国教训了多少国家 打了多少仗 生产了多少杀人的武器 杀了多少人呢 他都知道 都知道却视而不见 这叫什么呀 这叫选择性失明 中国公知对美国的恶行 统统采取 选择性失明 而对中国在改革开放 在实现国家复兴目标 问题上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失误 我们的缺点错误 他拿放大镜放大 然后呢 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个没完 关于中国在某些年 某些年什么事 你能知道吗 有些人 临死的时候还盖着党旗 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待遇 他造中国的谣 骂中国 骂开国领袖毛泽东 到临死的时候都不闭嘴 都不闭嘴 所以我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呀 我们真是 人质义金 对这样一些人 直到最后 他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 坐在共产党的 高级干部的病房里边 一切满足他的需要 就是为了满足 让他生命再延续 延续他就骂你 我刚才说 这个老太太 那也是党的高级干部 对不对 美国对外政策 是战争 美国对外侵略战争 造成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 太多了 你即使是残障人士 你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见 那你有别的方法获取信息 对不对 美国对外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是 幽默共睹 美国一直自诩为山殿之城 一直自诩为 我是天赋人权 我是天赋使命 然后呢 我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就表现在 我打出人道主义旗号来 我就会干涉你 打出人道主义旗号 对外动武 我是人道 我是什么人权高于主权 历史上 美国1776年7月4号 那是什么日子 7月4号 美国独立日 美国宣布独立了 一共不到250 不到250 美国历史多少年 说200多年 不到250 240多年历史当中 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 不到20年 这个说法确切 这个说法确切 不到20年 十几年 赵立坚 他有一篇文章说 16年 从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 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 发生过 一共250次武装冲突 248次 美国发起了多少场 201场 81% 那都是美国人打的 你说这个研究美国的老太太煞有介事 我看她的演讲流传很广 网上好多人引用 公职们都喜欢引用老太太 说她研究美国 她英语好 她会弹钢琴 人一把年纪 人有必要造谣吗 是不造谣 但是老太太看不见 老太太看不见 自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 发生248次武装冲突 美国人干的就201场 81% 8成以上都是美国人领头干的 美国人发动侵略战争 老太太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奶奶就是看不见 你怎么办 老太太就看不见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都是单边主义行动 有的连美国的盟友都看不下 说大哥你别打人 大哥你别打人 流氓和社会 老大就打 连旁边小弟也跟着他一块干过坏事 小弟都看不下去了 这种战争 只要战争就大量夺去各方军人的生命 平民伤亡 财产损失 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美国在历次单边的侵略的 这种野蛮的霸道的这种战争行为当中 美国人都表现的自私 表现的虚伪 表现的我是正义的 但是这里面偷偷的藏在底下的是什么 军工复合体大发战争财呀 过去东北土匪都会说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美国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可是凭什么这个老太太就说美国二战以后 那都都是弹出来不是打出来的 老太太大概把美国发动战争 美国杀人 美国人道主义灾难 那些统统都叫做弹 大哥老太太认为美国的弹法 美国的打法就是弹法 那有什么办法 定义权在老太太的手里 你惹不起 你问我谁是那个老太太 我不说 你打死我也不说 我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怕 也没啥怕的 但是我还是不提的好 对吧 隔壁王奶奶警告我 说你天天拿我打打打打打就算了 你不能得罪那么多人 你知道吗 我这次我去天津 主持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 吃饭的时候 还有人警告我 斯马兰 我告诉你 那《风流经》系列 讲犹太人系列 你知道得罪多少人吗 我告诉你 你要死于非命 你别跟我说我没告诉你 我说是 我死于非命 我死了之后 我肯定不告诉你 他就说我得罪人太多了 那好 这个老太太为什么不能得罪 你别因为老太太是老太太 老太太后边老头 老太太后边 老太太后边有庞大的势力 为什么 这绝不是简单的 这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老太太的问题 而是40年来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公职群体 这只公职群体 老太太是退休了 但是还有好多人 好多人在体制之内 旁根错节 所以意识形态斗争 所以意识形态斗争才会这么尖锐 因此当美国人和中国人过不去的时候 我们周围 有各种各样的人 最近国家安全部有个说法 我听了以后 我马上就抓了 讲得好 要防碟 还要捉奸 防碟 还有捉奸 碟就是间谍 对不对 我们认识的人就间谍 男的女的 我认识的 都后来被间谍抓起来 他说 我都惊了一下 不可能吧 他不会吧 他不会吧 哎呦哎呦 不会吧 哎呦哎呦 不会吧 不会什么 不会 男的抓起来 间谍 女的抓起来 我都认识 也有一些 内奸更重要 内奸通常在体制内 在一个关键的岗位上做庇护 所以 对于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发动战争 在战争当中大发战争才美国的 军工复合体里边博取超额利润的问题 不能只从美国那个角度解读 还能从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角度 甚至是房间房叠的角度来做解读 本期今天说到这 下期我接着跟你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